我要成为坏小雪 我要成为坏大宝 坏小辈 我们都要变坏 警告警告 所有童话王国居民都选择了坏世界 好世界即将消失 好世界即将消失 然 为什么 二 他就为什么放弃我 一 谁来救救我 救救我 救救我 不要再吵了 小雪 怎么了 妈妈 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声音 说让我救救 我的童话疼啊 什么 你是谁 快从我女儿的脑袋里出来 不然 别怪我不客气了 你们好 我是好世界 来自一年后的童话王国 因为你们一年后都选择了坏世界 要变成坏人 我马上就要消失了 这怎么可能 我们童话王国 是世界上最善良童贞的王国 不会有人会选择变成坏人 你肯定在骗人 没错 我真的没有骗人 不信 你们问小伙伴们 这 小伙伴们 这个叫好世界的 有没有说谎呢 有的话 你们就发送T1T 没有的话 你们就发送R2 这么说 他真的是真的了 没错 这太可怕了 我们必须要找到所有人要变坏的原因 是啊 我不可能会自己要变成坏人的 那大家快吃下这个 变身糖果 变成小蜜蜂 和我一起去侦查侦查吧 好 我去森林 我去海边 我去模拟峡谷吧 那 我就去最危险的黑暗城堡吧 我们现在出发 我让你把童话王国那群人最珍贵的东西拿来 你拿来了吗 拿来了 你珍贵的东西 竟然倒是善良 太好了 马上童话王国就会变得不一样了 乌贼下士 让你把坏坏墨鱼汁混在童话王国的早餐里 你混进去了吗 是的 国王 原来是美人与国王搞的国 坏坏药粉 我已经研制出来了 什么时候给你 今天晚上给我 木鸡撒在天上 明天所有人都会变得不一样 哈哈哈哈 你很有办法黑暗老爹 和你合作很开心 那是当然 哈哈哈哈 我就该谁干的了 谁干的了 什么 他们都干了 怪不得 你们所有人一夜之间都要变坏 原来这么多人都参与了 我们不能让他们的计划得逞 可惜 只凭我们能干些什么呢 我有办法了 之前我在凯琳阿姨和小经理那里 学过怎么制作超级善良魔法药水 对哦 只要小雪把超级善良魔法药水 撒向大家 大家就不会变坏了 可是 制作这个超级善良魔法药水 最重要的道具 是有一颗善良的心 只看我们制作的善良之力不够的 这有什么难的 我们这么善良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们 当然也很善良啦 小伙伴们 会发送你们的善良小星星 和小雪 一起制作超级善良魔法药水 拯救同化王国吧 爱你们 我们下期见 denen会 safe 让我们下期见 an顶 感谢观看